只要你一句話 夏宇童車底槓盪好規定 剛剛開始從歌手要轉型 因為我們在咖啡廳 然後我都不太跟他聊天 他就說 你幹嘛 因為我出來然後你都在查東西 你們就是在那邊聊天講一些屁話 我就覺得很受傷 他也直接就說 因為我們吵起來了 你上節目不就是漂亮嗎 就在今晚11點 麻辣拼頭傳準時上朝 嘴唇 雖然